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167参考信息 首先关注半月谈,近日报道了欠发达县穷财政抚养人的现象 乌蒙山区A县今年保工资预算总支出26.3亿 其中在职人员20亿,离退休人员1.7亿,零聘人员4.6亿 在职1.56万人,平均年收入12.83万 临时聘用人员约2.88万,人均年收入约1.6亿万 一个正式工背后有1.8个临时工,但总工资却超过临时工4倍 去年A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7.02亿,无法覆盖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 其中税收4.14亿还不够负临时工的工资,同年上级补助42.3亿 临聘人员近5亿的工资,只有8000万由县级以上专项资金支持 其余大多从上级给的一般转移支付中腾诺资金 临聘人员主要有两类,一类有政策依据,如生态护林员、协警和村组干部 第二类是县级及以下政府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聘用 如司机、厨师和打资源,因为缺乏聘用的依据 他们的工资隐藏在基层各级部门的办公经费中 A县是哪里,我们想探个究竟 乌摩山区涉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38个县区市 去到区和市依然超过30个,工作量有点大 半月谈的报道采访了贵州省社科院的副研究员 用三名记者的名字查询,发现他们也是新华每日电讯的记者 经常报贵州的新闻,我猜大概率就是贵州 先从贵州开始查,工作量缩小到8个县 根据直觉先排出有茅台的遵义,就从B节的几个县开始吧 挨个核对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者财政预决算报告 运气不错,第一个就对上了 大方线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报告中 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0262万 其中税收收入41485万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42万2822万 保工资支出的数据也完全一致 大方线也算半个老朋友 第178期税前消息讲过 马都公经常推荐半月谈 上月底谈到郑州三海补贴,我们引用了河南的顶端新闻 有观众强烈建议我们把日常引用的媒体前10个列一下 马都公之前在知乎回答过 我们在此基础上扩充一下 这里的推荐仅限大陆媒体 首先是财新的独家内容 到今年上半年,财新的付费订阅用户突破100万 比前一年上升17% 在全球数字订阅中 月居第八与英国金融时报并列 是英美以外最大的付费订阅媒体 全球第一是纽约时报 有902万付费订阅用户 根据国际报刊联盟报告 全球数字媒体新闻内容订阅量 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趋势 或许是传统新闻业的一丝曙光 接下来推荐是以中国新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 南方周末人物为代表的长篇报道 还有半月谈对中层官僚的尖锐批评 界面新闻第一财经经济观察报 等财经媒体的财经社会互动信息 然后推荐有全国影响力的原地方都市报代表 比如澎湃新闻 新京报 华商网 南方都市报 奥一网 这几年地方传统媒体转型突围打造的平台 比较猛的有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顶端新闻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的上游新闻 成都商报旗下的红新新闻 山东传媒集团主办的新黄河 另外大家还可以关注统计局 央行和海关的每月数据 以及行业类媒体和国资委的国企信息 最近TVB的新闻女王热播 美籍开篇的新闻格言非常有专业度 也能部分解释香港记者为什么跑得快 看看振兴民营经济的最新措施 10月27日 央行牵头八部门印发 关于强化金融支持举措 助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通知 提出支持民营经济的25条举措 要求加大对民企的金融支持力度 逐步提升民企贷款占比 加大对科技创新专金特薪等重点领域 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合理提高民企不良贷款的容忍度 建立健全民企贷款禁止免责机制 自从7月中央提出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31条后 各部门大动作评出 发改委牵头八部门出台28条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2条 央行牵头的25条 还成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 11月29日 学习时报办了一场 坚定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清醒座谈会 此外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也就是PPP 迎来了对民间投资友好的新政 发改委财政部发布意见 要最大程度鼓励民企参与PPP新建的项目 市场化程度较高 公共属性较弱的项目 应该由民企独资或者控股 关系国际民生 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 民企股权占比原则上不低于35% PPP是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rivate是指私人机构和社会资本 在我国原指民企和外企 但过去的实际运作中 不少央企和地方国企 作为社会资本角色参与 对民间投资形成了几出效应 而且一些省属国企参与PPP项目 成为市县政府的融资渠道 增加了隐性债务的风险 这次行政算是回归PPP的本源 看看地方化债众生项 截至10月末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首次突破 40万亿关口 仍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 今年限额42.2万亿以内 这个口径是狭义的地方债 不包括成头债 到11月29日 随着浙江加入 全国29个地区特殊再融资债券已发 待发规模达到1.37万亿 其中贵州超过2000亿 遥遥领先 财政金融资源 主要用于化解存量债中的 拖欠款、非标及成头债 不同的产品兑付出现区别 拖欠款打折的情况较多 非标偶有打折的案例 以前成头相关产品一直保持钢对 但2018年以后 成头的非标违约增加 本轮化债中 监管部门要求 对于高息非标债务不得简单钢对 实操中 财政债务条件好的地方 对本息全额兑付 个别地方对非标本金打折 比如中泰波州国头信托计划中 融资方遵益式波州国头 将一次性偿还30,773.75万元 剩余未清偿的款项全部豁免 这个方案是打了7折 长安资产也发布了波州国头 相关资管项目 打折对付的征求意向 计划以6.3折受让部分份额 成头债券仍保持钢对 银行贷款展期降息 相当于本金打折 此外 银行贷款还承担一定的拖底任务 需要去承接一部分非标及成头债 央行行长潘公胜日前表示 地方政府的债务有很大的区域性 目前只有少数省份 在还债时会遇到困难 央行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 对有债务问题的地方政府 将限制其新增贷款 严格控制其借贷行为 鼓励这些地方政府出售资产还债 债务问题较严重 被限制上马新项目的 12个高风险省区拼图逐渐清晰 包括东北三省 西南三省 广西贵州 云南 西北三省 甘肃 青海和宁夏 还有内蒙古 以及天津 重庆两个直辖市 临近年底又有楼盘试探限跌令 近日在成都东部新区 简州新城 央企保利和中良一起开发的楼盘 均价降到了9000元每平 打了6折 网民投诉后 官方回应 价格波动过大 涉嫌扰乱市场暂停往前 至此 又一楼盘降价自救失败 今年以来 惠州 武汉 厦门 昆山 都有楼盘大幅降价被叫停 只有个别城市 如珠海 南川和四川亚安 放行了降价促销 可见 即便今年是调控的大年 决心很大 力度很猛 但部分地方政府 依然不允许 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 今年以来 超过10个城市 推出了房产已旧换新 包括山东滋博 济南 青岛 江苏南通 徐州 连云港 浙江宁波和利水 购房者可先锁定新房 再由中介销售旧房 或者由房企第三方 直接收购旧房 部分城市还提供换房补贴 此举可以打消 未卖不敢买的换房顾虑 退房难 退定金难 也是买房的场景问题 10月28日 武汉八个在售楼盘 发起30天无理由退房 这一承诺 是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部分诚信经营的 民企民盘自愿做出的 目的是保障购房者的权益 增强购房的信心 此外 湖南省委巡视组 10月反馈 连员市民对公租房的问题 反映强烈 连员开始集中整顿 公职人员违规占用公租房 当地四个公租房小区 排查出766户公职人员 包括20多户政科以上 最严重的一个公租房小区 公职人员占37% 虽然小区很大 参加摇号就能中签 但有147户公职人员 是直接用领导批的条子 换到了房子 信心信心 还是信心 上个月8号 重庆原市长黄其帆 透露了一个数据 有关智库统计 城市居民的房地产债务 占家庭收入比重 达到137.9% 高于美国的90% 也高于英法德的130% 他表示要避免房地产的硬着陆 即房价地价销售量 大跌30%到50% 一定要软着陆 11月22日 在财经的年会上 社科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理事长李扬 也提到了中国居民的杠杆率问题 对中国人均存款多少万的说法 提出了质疑 李扬说 分析显示 居民消费有增长 但是储蓄并没有增长那么快 因此消费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 是动用了过去的储蓄 及居民的资产累积速度在下降 老师拿个平均数来说是 是不太负责任的 他提到 很多人讲增加消费 那是闭着眼睛说话 没有收入怎么增加消费 靠借钱 现在借钱大家也都不借了 李扬强调 我国出台了各项措施 希望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扩大消费 这个逻辑关系是增加收入在前 最后财经主编提问 当前经济的种种问题 咱们的文件上也有 问题也都看到了 为什么政策的具体落实和执行 就那么难 李扬神秘一笑 我不知道 引得台下都哄笑起来 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最后看看俄乌战争 第二个冬天 前线依然僵持 乌克兰反攻进展缓慢 但对俄罗斯大后方的袭击越发频繁 偏远的远东地区也未能幸免 油气田 供电站 铁路系统和兵工厂发生上百起火灾和爆炸 11月30日 远东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 贝亚铁路北木亚隧道发生大爆炸 一列货运列车被炸毁 铁路运输中断 第二天 另一列火车走了一条绕行的路线 要穿过所谓的魔鬼桥 触发了爆炸装置 大桥和火车受损 俄罗斯指控是乌克兰特工干的 乌安全部门也认领了 贝亚铁路横贯俄罗斯远东腹地 全长4300多公里 沙俄19世纪末20世纪初 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时 研究过北线方案 基本就是贝亚铁路走向 最终因为经济技术条件限制 选择了紧贴中国的南线 离黑龙江只有5到10公里 很容易被拦截中断 苏联时期贝亚铁路断断续续三次开工 第三次是因为中苏反目 和70年代国际原油原材料价格飙升 唤起了苏联开发远东的热情 贝亚铁路1984年全线通车 当刚刚被炸的北木亚隧道 全长超过15公里 一直到2003年底才建成 2022年 俄罗斯以西伯利亚大铁路 和贝亚铁路为运输的主干线 向远东运送超过8000万吨物资 其中一半多运往中国 今年俄远东铁路网的吞吐量 将达到1.73亿吨 比10年前增加了7500万吨 两年来 大量远东地区的俄军装备和弹药 通过铁路运送到西部再送往战区 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弹药 也是运往俄远东港口 再由铁路运送到俄罗斯的西部 北木亚隧道在投入使用20周年之际被炸 俄罗斯正在毁掉另一项苏联遗产 最新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干线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周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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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